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斯 今天是5月9号 星期一 今天俄罗斯搞了一个大阅兵 我们最期待的那一幕并没有出现的 大家都想着把亚素营里面那一网大鱼 那些丈夫披上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旗 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个藩镇 这一幕没有看到 大家可能在想脑补这个画面 因为1944年他们做过这个事 但是从普京在这个时候 举行77周年的这个大阅兵 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战争 俄乌的这场战争没完 没完 就是跟北约跟美国 没有根本就没有结束 你就是说美国想打多久 这个普京就要陪他玩多久 他们人家能玩得起呀 第一个有资源 第二个本来手上就有原子弹 有大杀器 对吧 哪怕我打的常规武器都不行 对吧 我有个原子弹 对吧 我有远程的这个洲际导弹 对吧 你能拿我怎么地 对吧 你再不动的话 你要再整的话 地球咱们大家同时毁灭 这个完全有这种威慑性 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 目前为了主动权 肯定还是在普京手上 他这个制裁 就是对这个俄罗斯这个制裁 我现在大家可以仔细的看 越来越发现这个制裁 其实没啥用 有十几个国家 现在都在争抢着买他这个天然气和石油 对吧 而且网上也估算了 说这个概率 就是俄罗斯未必会赢 但是美国铁定 就特别是欧洲 应该来讲是铁定是输的 那么在收盘之后呢 对吧 那今天其实这个 整体的我们的A股来讲 收盘之后 还是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政策 特别是央行 在收盘之后 弄了 这个又出了这个政策来维护单线的市场 说了一个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 你看贷款利率降低了 而且呢 这个呢 是43分发的 到了6点钟的时候 公农中建交 以及邮储 国有银行都宣布了 下调 我们这个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的这个利率 较前一周下调十个几天 贷款下调 存款利息下调 这意味着什么 很显然很显然 就是在泛水嘛 对吧 只是放的没有那种大规模大面积 开始全面这样的放 这个全面降息 全面降准啊 这样子 但是这个 这个消息 所体现的 就告诉你 单前的这个行情 是有政策在支撑的 我曾经呢 也跟大家在讲过 包括我在 这个索文斯的文章当中 也跟大家讲的非常多 我说 这一次你依靠 散户 或者呢 你依靠这个我们讲 你依靠这个这个普通的这个这个基金啊 解决不了问题 必须得有政策来解决 来参与到其中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周五的网上网上 美国是跌的 而且现在的欧洲走的也很弱 而且现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现在的美国的这个股市啊 就现在的美国股市 小心道指 大家可以看到 依然是在跌的 而且跌的还比较严重 小心纳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在跌 但今天呢 我们硬是把它收在了红盘 收在三千年以上 我们讲三千年是个脸啊 是所有人的信心啊 对吧 大家可以 还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成交量萎缩 萎缩都非常厉害 跌破了七千个亿 这是去年某一个阶段的一个成交量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啊 我们讲 第一个成交量到了几点 已经下降到几点 跌破了七千亿了 对吧 说明什么 你往下空间肯定是有限的 往上 当然是没有空 就我们同样讲这有限的 我一直在讲 今年没有寒情 今年没有寒情 为什么呢 一个是 疫情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 俄乌战争这种突发事件 所导致的全球的这个信心 都不稳定 还有一个美国家信 1月1号的时候我就说了 但是呢 整个螺旋式 我个人认为 整个 整个中国经济螺旋式向上 应该来讲没有问题 包括A股 也不是说未来 就一定没有 没有寒情 因为我在周末的时候 去听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论坛 我觉得大家讲的 还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 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次只是周期性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周期性 过了这个周期之后 未来应该来讲 含情还是有的 所以大家被套住了 或者在基金里面 应该来讲也不用太害怕 问题应该是 不会 就是说 不可能就 有也没有含情 成交量 目前为止 到了这个位置 已经到了最低的位置了 那说明什么 什么线下做空的动能 应该来说也是不大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讲这个 单前的A股 就是资本市场 应该来讲是启动 它为什么会在维护三千年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一直要守护这个点 在这个点上 出这么多政策 为什么 因为上层也知道 中产阶级 是整个一个国家 最有消费能力的 如果你通过资本市场 把这些中产阶级 全部消灭 对吧 每个人投购 二三十万 三五十万的这些 在资本市场上 直接砍掉一半 砍掉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永远不给他们喊你 或者跌掉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这个消费 你怎么启动都启不动 就这么简单 你发钱 不如发 我讲发钱 不如发行情 对吧 你发钱给老百姓 不如发行情 你把股市资本市场 全部推上去 消费是一种预期 当我的理财 都在挣钱的时候 我挣的钱 我就敢花 如果我的理财 我的房子 我的股票 我的国债 全部在下跌 你敢买东西吗 不敢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把资本市场提振起来 大家消费的预期来了 整个中国的消费 应该来讲 通过资本市场 给这个消费注入信心 合情合理 是不是 所以你要把股市 给打下去了之后 我觉得 这非常不明智的 所以为什么要维护住 必须得维护住 但是呢 我们讲维护住 现在通过货币政策 通过财政政策 在维护 没错的 我在文章当中 前后不断在跟大家讲 我说基建这个领域 对吧 应该来讲是今年 成功率比较高的 一个方向 也是他必须要做 你不做基建 你怎么办呢 对吧 具体的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文章当中 我们会在里面 谈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 上市公司研究的什么的 大家可以 这个仔细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讲 基建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我们 在消费领域之外的 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提振经济的东西 当前最 行情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是信心 不是中国人手上没有钱 中国老百姓的存款 你们仔细去看看 比美国人高多了 但是为什么你不敢动呢 就是因为信心 影响信心的外在三个因素 一是个疫情 疫情呢 今天我们现在看到 好像美国人在嘲笑中国 什么防疫什么的 对吧 那白宫昨天发的一些 一个文件 我觉得这个 他说美国到秋季的时候 可能会再新增 新增啊 一个亿的人 如果美国再新增 一亿人的话 那可能要再 再死一百多万 所以这个是一个 巨大的不纪定 所以我们中国 单前的防疫 是对的 如果我们单前的 这个防疫 已经国内控制住了之后 如果他们那边 再已经乱烫了 死人再死乱烫了 对吧 那么中国可能 依然对我们出口来讲 是一个机会 所以出口不一定 到下半年 如果欧美疫情 再疯狂的话 这出口 那就不一定下降 是不是 而且我们现在货币贬值 大家可以看到 大有这一方面的预期 在考虑这个事 那么第二 第二个我们讲疫情 这个战争 战争这个事情 我们就知道 支持俄罗斯 没有任何悬念 还有很多人提出来 就应该公开支持的 上层就应该公开支持 为什么 因为没有俄罗斯挡着 我跟你说 下一个就搞的是咱们了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但这个事情 目前为止主动权 还掌握在俄罗斯手上 损失最惨的 一定是欧洲买单 对吧 真要闹到最后结果 他把气管子一拧 整个欧洲经济直接崩溃 你看玩笑 你的电力 是靠天然气发电的 对不对 而且你的居民 如果都没有气了 30%的人 没有气 8亿人 30%的人 没有气 两亿死 那这后果不堪设想 那你说乱不乱 必然会乱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但用我们现在大家 对增速的考虑 增速目前为止 以这样的放水的情况 来看的话 增速啊 我告诉你用水泡可以泡上来的 在历史上 就是可以泡上来的 但是最近的这个股灾 就是 就这一次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条 调整下来 包括今天 还有一些善事公司 对吧 你比如说 RE眼科 像这种类型的 这种公司 还有像招商银行 这样的 这种公司 其实这两天 我们更多的应该思考的是 教训 教训 大家注意 没有什么公司 可以一直扭下去的 在A股就是这样子 不断扩张 你最后只是打脸 那有很多说 为什么美国可以做到 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 它是可以让资本无限去扩张的 你有本身去扩 你有本身 你把钱融到国外去 而且美国占领了 整个科技的制高点 你看看 美国占领在 全球最高点的 这些公司是什么 特斯拉 对吧 苹果 对吧 英特尔 它都是不断可以串新的 而中国 站在制高点的 都是消费类公司 银行类的公司 那这种类型的公司 我个人认为 是不能够持续下去的 对吧 那么还有很多公司 不断在扩张 你像通色医疗 RE眼科 对吧 而眼科这种公司 对吧 现在依然是很贵的 对吧 就是不断在扩张 不断地在扩张 所以 扩张 后面就是 我那天发了一个头条 我说 这个 大家 知的那个白 那个白果园 那个水果吧 那个水果 我说那个水果 就是 就是个骗子 对吧 你说你 这样的公司 不断地去融资 去 去那个 开水果店 你觉得能够 能够最后了 能够得到什么结果 最后的结果 其实大家还是以圈圈圈为目的了 对吧 变现圈圈 变现圈圈 就是 就是这个思路 大家 注意第二个 更大的 在决定市场的 应该是经济大周期 经济的大周期 所谓的大周期 就是宽松 宽松 决定了你的 力量 到底你走 你向下走的力量强不强 美元一收紧 完蛋 一宽松 全世界的精神头就来了 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现在在搞宽松 我们现在在走的是宽松路线 这个宽松 最后来 一定会给整个股市 就现在来看 这是个出事 出事 就是慢慢再给你加热 等你加热到一定 一定的情况的时候 就是沸腾了 所以 这个放水是有意义的 注意第三个 我们讲基金经理 不可能逆风反派 很多基金经理 都是跟股民差不多的 对于基金经理来讲 我觉得 他能够躲避 已经是 那种高级基金经理 我讲的不是像我们这种类型的 对吧 就那种像张空这种类型的 他能够躲避 都已经是 这个非常少了 我告诉你 躲都躲不掉 躲都躲不掉的 那怎么办 那对我来讲 可能就是指数型的 比买人 这种更加好一点 第四个 我们讲 A股短时间之内 依然是政策师 所谓政策师 上涨 要靠政策 下跌 同样靠政策 凡人解决不了 没有任何结果的 没有结果 所以大家注意的 A股 A股注定 就是个赌场 就单钱来看 它就是个赌场 你认清这个形势 退出股市 离开苦海 是对的 但如果你不认清形势 对吧 那你在这里面 你就要看清大事 找人扎堆的那个地方 能够容易赢钱的 那种短线的 或者是资金 比较 泡在里面 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在 文章当中 前后所提到的这些 像这些 我们大家都可以探讨的 好 今天我们重点就讲到这里 大家关注所谓的文章 关注所谓的视频 如果你手机有点传 点赞点 点个赞 谢谢大家